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歐洲很冷 來自於莫斯科的冷空氣 席捲整個歐洲 預計這個週末就會慢慢的回溫當中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種暗黑色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冷空氣是這次是從 北歐 莫斯科這邊俄羅斯這邊來的 所以席捲了整個歐洲很多地方都冰天雪地 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週末到下禮拜就會慢慢的回溫 不過這個時候因為歐洲的緯度很高 像這個地方差不多跟日本的緯度差不多 其實還是蠻春寒料竅的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還看不到冬天的訊息 那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的連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天氣 當然啦北半球的天氣是連動的啦 但是老實說還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尤其是說我們台灣是在這種比較中緯度 影響並不是那麼的直接 高緯度影響反而比較大 這個時候在高緯度來說的話 還是蠻活躍的冷空氣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這幾天 台灣呢未來呢都不受到這些影響 大概會有四天 從今天開始算 四五六日 禮拜一上半天還OK 但是下半天呢 恐怕一波 封面就會開始接近 所以預計呢 這樣的天氣就只有四天 禮拜一晚上 封面接近就有很大的改變 那下禮拜呢大致上呢 可能就一波一波 加上東北風南下 又回到這種類似 涼涼冷冷的天氣了 請大家注意一下 下禮拜天氣 變化是比這禮拜大很多 請大家好好把握這幾天 很穩定的天氣 趕快曬洗一下衣物啦 這幾天呢大致上都不大會下雨 禮拜五呢除了東半部 封面偶有些雲系偶陣雨 零星的局部陣雨之外 其他都很穩定 到禮拜天 禮拜一就有一點變化 封面下來 等於是說 有一點偶陣雨 有一點像是 在228這天 其實來的這個封面雲系 北部影響是比較大的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禮拜四晚上呢 各地的空氣品質呢 西班部比較差一點點 其實這個時候呢 早晚很容易有些霧 因為我們有一點吹南風啦 那溫度呢 上不上下不下 這個變化等於是比較穩定的時候 又還沒有很穩定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霧呢 很容易產生 那加上呢 又很穩定又容易有一些霧 空氣污染 霧霧呢有時候合在一起 不過呢你有時候可以撐這個時候可以分辨 什麼是霧 什麼是霧 分辨一下 還是最好方式還是對照空氣品質的濃度啦 像有三角形表示比較糟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預計呢 禮拜五白天各地天氣都不錯 各位有沒有看到 27 28度的溫度都很舒適啦 請大家好好珍惜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回溫轉勤 數四天到禮拜天 禮拜一呢 晚上有一點改變 那這個時候呢 早晚容易有些濃霧 細斑部空氣品質 尤其是中南部 空氣比較糟一點點 敏感性的朋友要多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戶外做運動的話 多留意的 也不停 如果想要戶外 不停 我們來